徐州城破之日,城头风烈烈 曹操又与自己的故友陈公相见了 昔日,二人出见时,曹操是陈公的阶下囚 而如今陈公即将要成为曹操的刀下鬼了 曹操至于陈公有感恩惜财之心 他想挽留陈公,不必随曹操一通赴死 但陈公去意已决,以妻儿老母相托之后,凯然赴死 曹操送别陈公这一段,虽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场面之一 令人不忍足读,这是小说三国演义 对曹操与陈公的爱恨情仇的一个交代 但真实历史上的曹操关系却远比小说中复杂 在三国演义中,陈公与曹操初见时,显得很不是时宜 曹操刺杀董卓不成,仓皇逃离长安 却不料在忠谋县被军事支柱 本以为在劫难逃的曹操却偏偏碰上了 同样是热血青年的忠谋县令,陈公,陈公台 当晚陈公夜会曹操 他倾倒于曹操的忠肝一胆便私自放了曹操 并和他一起踏上了逃亡之路 就在彼此都以为他们将是伯雅子妻组合时 却没想到中途却发生了吕伯奢之事 曹操一句宁叫我父天下人,不叫天下人父我说出口 给陈公当头棒喝 他遂去曹操而去投靠了吕布 妥妥地塑料有情 徐州城下之日,曹操尽管对自己的固有有留恋之意 但陈公却拒绝了曹操的招降,凯然赴死 小说中曹操弃曹操而去的直接原因 是曹操残害吕伯奢一家 实质上是因为陈公认为曹操心术不正 吕布虽然有勇无谋 但却不像曹操这般阴险狡诈 但这只是小说家之言 真实历史上曹操与陈公之间的爱恨情仇 又远比这复杂 以至于现在都还是一个谜 历史上陈公与曹操的相遇是在什么时候 这一点史书上并没有确切地记载 三国之旅不转隐点略 说陈公是东郡人也 刚直列状,少于海内知名之事 皆相连接 即天下乱,事遂太祖 曹操是在出平二年 才被袁绍举荐为东郡太守的 而陈公又是东郡人 因此陈公很有可能是在出平二年左右 投靠于曹操帐下 但二人具体是如何相遇的 已经无从可考 可以肯定的是 三国演义中的说法 肯定是小说之言 因为曹操根本就没有干过刺杀董卓的事 自然也就不可能有曹操二人 与钟谋献相遇之事 倒是在三国志董卓传里面 记载了一个五胡袖中藏刀 刺杀董卓未遂的事件 罗冠中的灵感可能来源于此 但不管二人在何时何地相遇 曹操与陈公之间 确实有过一段 值得称道的君臣之一 前吟点掠之言 陈公跟随曹操之后 也曾积极为曹操建言献策 事情发生在汉县帝出平三年 这一年长安朝内相当热闹 吕布联合王允杀了董卓 却没想到郭四里绝二人掉转码头 又杀进了长安城 王允被杀 吕布出逃 大权又旁落到了玻璃二人手上 此时的曹操还在东汉乱世修罗场中 暗暗发育 恰好在当年 青州的黄金军攻入衍州 杀死了任丞相郑穗 衍州刺使刘戴不听谋事报信之言 合兵出战 结果落下了个身手异处的下场 刘戴继死衍州无主 陈公便劝说东郡太守曹操 周金无主而亡命断绝 宫请说周中 明府寻往墓之 资之已收天下 此霸王之夜夜 随后 陈公前往游说衍州的别家 至终 劝他们迎曹操为衍州之主 报信等人亦和解 事已至此 不如早日 则两主而起 最终 曹操如愿当上了衍州墓 并且击破青州黄金军 寿祥军三十余万男女百余口 收其精锐者 好为青州兵 在曹操占据衍州 收服青州兵之前 曹操在东汉诸路诸侯中 只能算是二三流势力 兵少马弱 好不容易从扬州墓来的四千兵 中途还发生了反叛 趁着夜色 把曹操的帐篷给烧了 曹操亲自上阵斩杀叛贼 才得以突破重围 最后身边就剩下五百余人 但在禁聚衍州之后 曹操便一跃成为了 东汉乱局中 举足轻重的势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 陈公在曹操禁聚衍州 以至于对曹操一生的事业 所起的作用 都不可谓不重要 当然曹操带陈公也不薄 对其信任有加 但是陈公终究不是国家 他与曹操最终未能有始有终 时间仅仅过了两年 便发生了陈公联合吕布张苗反叛的事件 正式宣告了曹臣关系的破裂 星平元年 也就是在曹操占据了眼周 大概两年之后 为了报陶谦的杀户之仇 曹操率军 征伐陶谦 由陈谕 陈谕 守真诚 陈公则率军 囤守曹操的大半营东郡 可见此时 曹操对陈公的信任 是在陈谕等人之上的 然而就是这份信任 差点断送了曹操的一生 就在曹操与陈谦 战争 陈公 陈公突然联合张苗发动叛乱 企图应与布入主眼周 当时的形势凶险万分 实在 虽以其众东 应布围眼周墓 具浦阳 郡县皆应 为真诚 东阿 范为太祖首 张苗是曹操的好朋友 两人的关系一度相当不错 当初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时 张苗因事触怒袁绍 袁绍命曹操杀张苗 曹操却以张苗亲友也 是非当荣之 拒绝了袁绍 曹操 征讨陶谦之前 还给家里人留下话 说是自己万一有什么不测 可以去投奔张苗 可见双方关系之密切 可是乱世之中 友情终究还是敌不过人心的诡辩 张苗一句曹操会为了讨好袁绍 而杀害自己 因此 当他知道自己的亲弟弟张超 已经和陈公商量好了叛乱之事时 陈公没费多少力气 便说服了张苗一起发动叛乱 当得知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 捅了自己一刀之后 曹操惊惧万分 隐军环眼周 与吕布展开了拉锯战 这一战打得十分艰难 太祖军不利 相持百余日 或不担心的是 当年岁汉重簧 少谷百姓相识 眼周百姓可谓凄惨至极 曹操险胜吕布之后 代北的吕布与陈公仓皇 投奔刘备 而张苗向元树求救不成 被自己的手下所杀 这场萧强之祸 还是被曹操给扑灭了 但祸患的余尽伤在 曹操对陈公与吕布 也一直如耿在喉 欲除之而后快 要说小人方能在乱世立足 这边 吕布与陈公投奔刘备之后 却趁刘备讨伐元树之时 纠战阙朝 率军占领了徐州 打发匆忙赶回来的刘备 去了罪儿小弟 小佩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吕布就在元树刘备之间周旋 彼此之间争战 亦或是相互结缘 这种局面 一直持续到了建安三年 吕布再次站到了元树那边 派兵征讨刘备 但是刘备这次 却抱上了曹操的大腿 在小辈被高顺攻破之后 曹操派夏侯敦援救刘备 为吕布所败 曹操遂率军亲征吕布 曹操来势汹汹 吕布见状便心生惬意 想要投降 但陈公却深知 自己赴刘备太过 投降之后 定无什么好下场 便使记阻止了吕布投降 吕布虽骁勇善战 但终究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 陈公有谋 吕布却不能用 三国志引卫士春秋 就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说陈公建议吕布率领骑兵游离在外 迎击曹操 他自己则率军在城内驻守 待曹操兵临城下 就可以两面夹击 曹军便可不攻自破 吕布原本对陈公的话十分赞成 但是吕布的妻子听说了此事 便在吕布的耳边吹枕旁风 大概意思是说 曹操对陈公那么好 陈公尚且去曹操而去 你比起曹操又如何呢 你当真放心将一家妻儿都交到陈公手上吗 吕布虽不听陈公之计 吕布不用陈公之计归缩于城内不出 向原树求援而不得 减成死局 一顾失败的阴影总照在徐州城的上空 时间一长 陈公吕布的手下上下离心 竟然将他们二人绑了去见曹操 徐州城岁下 当曹操登上徐州城头 来到吕布陈公二人面前 吕布虽为勇将 却有求活之言 但终究 还是因为刘备的一句 明公不见丁见阳 即董太师父 而葬送了性命 永将之名 最终因为妾死之心 肥人所忽耻 反观陈公 他说自己为臣不忠 为子不孝 死自分野 是万无活下去的道理 尽管曹操有爱才之心 以陈公老母相劝 想让陈公重新为己所用 但陈公若心生苟活之心 又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曹操呢 倒不如一死了之 面对曹操耐倾老母和若倾妻子和的问题 陈公只是淡然地达到这些人的生死 只不过在明公也 最后 陈公快步而出 以求宿死 一名军法 曹操弃而送之 陈公一股环顾 这个曹操曾经最信任的人 最终死在了曹操的刀下 是在陈公死后 曹操代其家接后一出 于三国演义中 罗冠中所记 相差不远 陈公以妻儿老母相托于曹操 而曹操亦不负故人之托 这或许是二人之间 一种别样的善事善终 二人的心中 或许都还存有那么一丝 伯雅子妻之情 曹操与陈公本有机会 谱写一段君臣相恰的佳话 但历史却给这两个人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使得二人兵戈相向 陈公出随曹操 不一余力地替曹操出谋划策 曹操亦对陈公礼遇有加 信任有加 以至于曹操在东征陶迁时 将留守大本营的任务都交给了陈公 而不是寻遇等人 陈公的反叛是一个千古遗体 三国志上语言不详 三国演义只是小说假言 虽然也算提供了一种可能 但并无实证 不足倒在 我们只能在丹国的史料中 发沉勾演 请求真相 三国志记载陈公叛乱的原因是自疑 这和张淼一句曹操会杀死自己 似乎是一个理由 但是我们却在三国志里面 找不到任何关于曹操 怀疑陈公的记载 自治通鉴卷61却记载了这么一条 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 曾积一曹 曹文儿杀之 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 优势演周士大夫皆恐惧 陈公性刚直裂状 内意自疑 难与从事中郎许四 王凯及秒帝超共谋叛曹 从这条记载来看 陈公背叛曹操 似乎是因为曹操 杀害了素有才名的边让 这使得包括陈公在内的眼周士大夫都十分惊惧 这一点理由过于勉强 且不说陈公此时为曹操的心腹 深受曹操信任 再者也有人考证说边让被杀应该是在建安之后的事情 而陈公叛乱是在建安之前的兴平年间 说是边让被杀而刺激了陈公 证据不足 后人更有将陈公视为苏秦张仪一类的纵横家 陈公于乱世之中跟随曹操 本来就是一种投资性的行为 他们二人原本就非故交 自无任何情感纽带 当陈公认为曹操胜为神武是可投靠之主时 他便不遗余力地为曹操出谋划策 或许是曹操不顾一切地为父报仇 争讨陶谦之事 让陈公认为曹操乃意气用事之人 亦或是其他什么事情 使得陈公对于曹操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这也就为陈公背叛曹操埋下了种子 陈公劝张淼一同叛乱时说 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 君亦千里之重当四战之地 福建顾免一族以为人豪 而反之于人不以比乎 完全是一番纵横家的派头 对曹操的看法转变之后 吕布便是他鲜无色的人选 当然或许是因为陈公背叛曹操的原因 太过于隐晦 导致我们一夜障目而不见泰山 当我们把陈公背叛曹操之事 放到三国大背景之下考察时 就会发现这种事情其实十分常见 在那种乱世之中 道德与情义都抵挡不住人心的诡辩 与利益的权衡 吕布至于丁元董卓 张淼至于曹操 许优至于袁绍 问答之于鼠位 终会瞪爱之于司马氏 皆是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背叛 可以说是三国时代的一个常见现象 众多背叛的背后 都有着复杂的利益交织 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谓的陈公自宜 也有可能只是一句套话 陈公背叛曹操 亦或只是陈公为了取得利益最大化 而进行的一次风险投资 三国演义对曹操与陈公之间的感情渲染 使得我们忽略了当时整体的时代风气 东汉末年三国 群雄并起 俨然就是一个修罗场 这个修罗场里面不仅生灵涂炭 还有道德败坏 礼仪尽丧 谋视群起则凉目而期 陈公亦如此类 他至于曹操只不过是看中了曹操身上的那股枭雄之气 并非出于感情上的纽带 等到双方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陈公背叛的理由 这一点是当时的时代风气 在吕布 张苗 许优 孟达之流的身上 都能够体现 从这个大时代背景来看 陈公之判 亦不过是一场风险投资 只不过这次陈公压错了人